SML的解析方式给大家讲了 对应的是两种 其实还有很多种 这个地方是面试常问的 经常问到SML解析有几种 这个怎么来啊? 你别说有两种 你说有很多种 但是常用的有两种 你说这句话跟他说有两种 那是天差地别 人家说这孩子可能用一辈子的 你就说有很多种 但是一般人家不会问你说 除了有这两种还有几种 人家不会问万一要问了 你说我们平常开发都用这种种 一般我还想用必三种 其他的几乎所有 其实 如果当以后你如果真的成了公司的面试官 你可以这么调细一下 你说有很多种 那还有几种啊? 可以问一问 但是其实连你自己也可能都说不上来 好了 那常用的有两种 但是 针对这两种解析方式的API 有几种 就是一些主则公司 针对以上两种解析方式给出的解决方案有哪些? 有的同学可能听说有什么 解析啊 或者是 GAC啊 或者是 DON4J啊 这些东西 DON4J啊 这些东西 但是 人家问你说解析方式有几种 一个一步道法 解析方式 就是说有两种 但是 你先说有哪两种 就是DON 其实有很多种啊 常用的有两种 然后说DON4J之后 再接着顺带接下句话 针对这两种解析手段 这两种解析方式啊 我们呢 常用的一些API 或者一些主子呢 它提供的解析方案 有以下几个 就给它说这几个 然后 目前最常用的 用的最多的是哪一种解析方案呢? DON4J这种手段 使用的 比较光泽 好 那DFT呢 是设计这个 上级的 其实现在就是说 我们呢 用上级的 架方案 你可以直接解析方案 但是 可能 比较 比较 繁琐 那 这一段 跟DON4J呢 它是 其他的一些主子 他们就已经做的 往前这个DON4J呢 跟这个DON4J这样 他们是一伙人 那一伙人呢 由于呢 这种意见上 产生了分歧 就比如说 就拿了DON5之后呢 想推高地 有人呢 说我想干啥的 对不对 那产生了分歧怎么办 你是个换机 说不完了 这是 那产生了分歧 那另外那批人呢 他就出来了 做了DON4J 这种影片 那目前呢 这个DON4J呢 就把这个DON呢 给比下去了 就是 他从他们的小组里面 就有分题了 那我不跟你讲了 我自己出来 我自己做 那 那以前这两个呢 就是 一个主题 或者是一伙人的 那这是 反正呢 针对以上两种方式 提供的一些 解决方案 常用的 是 到时候这种手段 我们等会 就给大家讲一讲